- 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今天咧,終於要來拍一個很久沒有拍的影片 那就是淘寶開箱 現在我明明有開自己的Studio工作室啊 所以今天的淘寶開箱咧 都是我Studio的一些小用具啊 一些用品的東西 所以現在廢話少說,馬上開箱 好,所以現在呢,我已經把那些很大樣的紙袋拆掉了 現在就很明顯可以看到裡面的物品啊 就是地塔 我的Studio一共有四個空間嘛 就是我的舞蹈客室的客廳也是走奶白基建峰 office是走黑白印峰 還有廚房是走工業峰 所以我這個地塔是要擺在我的舞蹈客室 其實我的舞蹈客室就來怎樣我自己的房間這樣 所以我後面的一些比較大的area會抓一個小角 我如果買一些簡單的家具 所以這個地塔呢,我就想擺在我的舞蹈客室 所以我就選一個奶白色的 我買的這個是200cm 燈燈,我想忘記了 我覺得長ok 可是它的寬咧,沒有我想像是要的那種寬 它的這個地塔的名感覺還ok 蠻舒服的 然後這邊連起來就配我的舞蹈客室的主題 就是奶白基建峰 再來咧,就給你們看我的沙發 也是要擺在我的舞蹈客室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標準 然後它是可以凹的 所以它一共可以凹蠻多種pattern的 它也可以直接擺成像窗這樣子碎 然後或者是你可能可以凹小的一點 所以我還沒有去研究啦 可是我不懂它講凹 可是我自己看它的那個裡面的介紹 然後都是可以凹的 這個是有時候可能想要偷懶的時候 就有一個小床給自己擺擺 然後給自己一個小沙發做這樣 然後它還有兩個抱枕 就這樣子一set 所以現在我要上桌下它的裡面的話 那ok嗎?還蠻不錯的 然後可以看那種投影機 打在牆壁然後這樣子看 然後如果要睡覺後來可以這樣 一個當枕頭,一個當抱枕 然後這樣子睡 所以我覺得我滿滿意的這個床 ok,現在Continue Continue,ok我踩這個啦 這個很肥,很圓,很穩的 這個類是我買來擺在我客廳的小座子的一個座墊 因為我的Studio啊 都是選擇那一種比較擺在靠近地上的一些家具 所以我的客廳那邊呢 我就是放一個桌子 然後用這種座墊 那本來我超喜歡 我覺得很可愛 它就是那種太陽花這樣子的 我一共買了60 然後那邊客廳我是4 有時候如果有朋友還是家人來啊 就可以吃東西可以在那邊吃 然後我的客廳呢 也是有牆壁可以撥那個頭影子 這樣看是很美啦 太陽花啊 可是屏幕上去就不懂什麼 舒服、舒服了 基本上是ok啦 怎樣啊 都比做在地上好 因為地上都比較硬了嘛 至少這個還有一個小棉花這樣子 ok,所以這樣介紹來都是地毯類沙發 現在我們來進入電器類 因為Studio也是需要一些打掃的用具 這次呢也買了 自動掃滴機 因為沒有什麼媽咪啊 然後又沒有找到什麼色 所以就去淘寶淘看看 用到怎樣先 所以我這樣子打開啦 看下去它的質感呢 有一點浪費 可是有時候我們看浪費 我們不懂它的實體操作會好不好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我這樣看是浪費啦 所以也是要等用了過後看怎樣 因為我看淘寶是給它很多好評 如果你們想了解它之後會發出什麼事情 你們可以去follow我的IG 如果有發出什麼事情 我會拍在IG上 然後我是覺得它裡面那些麻布啊 真的是很浪費啊 讓我一點點看下去 然後它的控制是那種喔 我不懂到怎樣形容 就是那種很傾向玩具 然後又有一點 上 有了自動小力機咧 我自己還有再另外買一個吸塵機 手動吸塵機 ok然後這個手動吸塵機呢 是沒有WIA的 因為我覺得吸塵機有WIA 真的是很難去用 然後以前那我比較old school的 又很重 new school的 又有一些設計又有WIA 我覺得很legger 就一直要找插頭啊 然後又不可以隨意去哪裡 所以我就自己在淘寶 自己也是隨意買了一個 無限的手動吸塵機 一部分呢也是可以吸一些高腳 天花板啊 還是可能沙發灰塵啊 一些比較吸角落的東西 可能自動小力機抓不到的一些地方 然後一樣我也是都是選白色 因為符合我的整件studio的主題 因為有兩用嘛 一個是吸一個是抹 所以它的抹布它這邊喔 你看嘛它這個 它已經有給一片臉在上面了 可是它WIA再給兩片抹布 配給我們交換使用 它是有幾個pancage的裡面 可是我選的那個喔 是算是中等再好一點的pancage 然後它就是比較輕的 一個機身啦 因為我覺得用這種喔 因為我們平常做焦頭已經很累了嘛 所以我覺得在選擇那個機身的時候咧 就盡量選擇這種輕易燈 所以全部都是要等用了過後才懂那個panc 所以continue 喔這個是那個燈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要我們的氛圍感 比較美的時候咧 一定要有一疊燈 然後這個燈呢 是落地燈來的 怎麼這樣中喔我啦 這個寄來就弄不到pancage 一樣咧我的落地燈呢 是我要擺放在我的房間 就是等一下我擺那個地毯了嘛 我擺那個地毯 然後再擺我那個沙發 然後旁邊咧再掉一個落地燈 然後還有一個那個IKEA的小桌子 我很早就已經買好了 所以這個就是for我舞蹈客室裡面的小角落 然後我買的咧是黑色 不然我覺得我的整個師傅就太難買了 我的落地燈咧 組裝完畢咧是長這個樣子 我最好喜歡它是因為它的設計很簡約 簡單又好看 最主要是它的這個頭這邊 看到嗎 它的這個等泡頭這裡 它可以這樣子365度旋轉 OK 所以現在進入到我們的最後一個東西了 就是沒有買很多 一個我都是Doctor Lee買到也是7樣東西 其實我還沒有買完的 就是有的時候 我是懶惰找了 然後需要這些東西要快點到 所以我就先下線 給這些先到先 所以剛剛都是一些家具用品啊 氛圍感美麗的東西 所以一樣office咧 也還是需要認真工作的嘛 是不是不然這樣去維持整個office的運作操作 就是這個 如果要這樣講的應該是叫貼紫白板 就是貼在牆壁的白板 我買蠻大幅的 因為我office的牆壁很大 然後咧我是覺得我就不要拆了啦 因為我怕它的東西很少 等之後咧組裝完畢啊 我也是會發在story的 所以如果你們剛好在找這種啊 office的用具啊 也是要買白板的話 我就可以靠瑞買這種啦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會阻礙地方 所以基本上咧我已經開箱完畢了 所以今天的影片咧 今天的淘寶開箱影片咧 就到這裡了 這一幾頁都是 for開我office的用品啦 所以之後咧我也是 擺好全部setup好弄好好對不對 整個乾淨乾淨美美的過後 我會再拍一個開箱 可是是office開箱 還有其實一定要按讚留言 訂閱分享還打開小鈴鐺 還有不要忘記follow我的face 我的IGT 還有 小彤斯 所以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